哈喽大家好,我是银的天下,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位于河南湾县的巴里沟景区 同时的巴里沟景区针对河南省人民9月1号到12月31号这期间都是免门票 然后就相当于一直到这几年的年底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这眼前这个瀑布呢就是暴炉桥旁边这个瀑布 因为是迅气嘛,现在降雨量也比较大,所以说瀑布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今天呢我和朋友然后一起来到这儿,然后这是一个民宿 我们就在这个民宿住的,然后下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潭绿绿的水 你看下着雨游客还是可以的 还是觉得在山里面比较好,空气也好 那肯定啊,是吧 对,有条件天天在山里也行 对,就天天都想在山里待着 看这边他们外边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这种休闲的棚子,然后那边是种的蔬菜 再上来了这边就是巴里沟的这个路了 带大家去他们这个大厅看一看 这个民宿呢叫白鸟一宿 这个是他们的接待中心 环境还是非常不错 你的乡间都露出来了 是啥东西啊,可以减肥 我知道,锻炼身体 今天中午的午餐不错 午餐不错 它这环境很好 适合有品味的人来 对 适合就是有情怀的 好吧 七总不要说两句吗 七总 这里是巴里沟白鸟一宿 你看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 有多少的烦恼在这里碎上一晚上 是啥来着 白鸟一宿 你把你自己都绕进去了 我都绕进去了,我真不知道了 生火锅 来,确实一个 这就是生火 就是这一间民宿 然后它上面正还在建一个什么咖啡屋 据说老板说的 然后这边是亭子 你看它这个区域划分的还是挺好的 一块一个休闲亭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有感觉的 这是民宿里面的一个结构 一楼是会客厅 这是一个客厅吧 然后休息是在二楼 然后顺着这个旋转楼梯上去 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这个是二楼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单人的摇椅 然后过来 是一桩床 然后外面是一个阳台 整个的感觉是非常有情调的 里面晚上不想开灯了 然后可以点一个 这个开一个这个小灯 然后咱们出去 就可以看到巴黎沟里面的美景了 这个是民宿的厨房 看看小姐姐在做什么 你在做啥呀 装点南瓜饼 哦这是南瓜 真的南瓜 你装点南瓜饼 南瓜饼 太心灵手巧了 这啥也会做 啥也会做 谁这是单身的 单身的 单身 征集男友是吗 没对象没对象 月饼就是做月饼吗 嗯 哎呀 在这个民宿住的 还能吃到月饼呢 手工 纯 纯手工制作的 真好 真好 今天晚上咱们又能吃好吃的吧 嗯必须 今天小的吃 今天小的吃吃吃 嗯 今天小的吃吃吃 今天小的吃吃吃 今天大饭 这个房间 出去就可以 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 大山的风景 特别好 我把这地方租了20年 也就等于说我今年37岁 当我57岁的时候 你倒到拐贵到我这来的时候 我们在一块再聊 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聊天啊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是那种初步 现在57岁了 可能你的儿子在运营的你的民宿 是吧 觉得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租了20年 20年 今年第 第二年 今年第二年 第二年 还有18年的时间 我是过了18年还是可以阻挡 但是就是合同是前了20年 就过了18年 就是说最前半年人生的最最闪耀的 最辉煌的也可以说最有价格的那20年 留在了这个大厦里一个东坡 留在了这个地方 留在了这个地方 这个平常环境这么好的 巴厘沟 尤其是家门口的这种最绕河流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 今天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 你的民宿为什么叫白了医术 你为什么选择了巴厘沟 我说了几句话是这样的 我说 我做了这么十年的民宿 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叫白了医术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巴厘沟 可能我是这样讲 就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雄伟的大人 少有了东西向西南走向的山脉 一般中国的山脉都是那种南北 就这个是东南到西南 到东北到西南的一个山脉 而且太阳山脉它是一个独立的山脉 和周边的山脉是没有连在一块的 而且咱这个巴厘沟和巴厘沟山 就是这块是太阳山脉一个幽形的转折端 所以说这块的风景真的是独一幽二的特色 就是不管谁来做 不管是南方的谁来看 都觉得他心中的大山就一样是这样 就是这样 北方的汉子一样 赤裸的那种感觉 就很粗犷的那种感觉 不像南方的山那么灵秀 而北方的山很粗犷 而矿子上 我们在这种地方可以释放我们那些那种压力 就像我们到巴厘沟到巴厘沟山 那种小地方我们要大声的呐喊一下 其实并不是说一种呐喊 有人说在道义上有种说法叫 就是土 土成那星的木星吧 具体怎么做我看一下 他们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通过一种啊大海的城 你会发现人的心情会变得很大 尤其是在一种人节地里的山水之地 真的很好 心情高村后的通车 那明年的年底会通车 它的通车之后呢 将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隐私环境 人也能通吗 肯定能 哦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尤其是像将来啊 就是王王岭周边辐射的 就是王王岭周边辐射的五星位之内 包括啊 就昨天晚上的世界第一螺旋 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个 看我们这边的景区啊 这个辐射面呢 就是这种民宿的信息 肯定会成为一个亮点 它不再会是像 就是莫班山市所有人觉得很漂亮的民宿 经过大师设计的民宿 但是 再漂亮的民宿 离我们还是很远 是吧 不像我们这么近呢 就可以 来我们大里头 可以去拜祭医宿 到临床我们可以去送料 是吧 就这么感觉 我发现它可以动 一心人 一心人 这个是我们在民宿晚上吃的晚餐 这个是我们在民宿晚上吃的晚餐 特别丰盛 然后他们还在那边包着饺子 然后这是管家自己做的 南瓜饼 黄瓜 木耳 还有白饼 白饼 如果在城市里你生活累了 不妨来到巴里沟的白饼一宿 睡上一晚 看看星空和几个好友一起聊聊天 一起放松放松感受着岁月静好